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也是我从酒桌上听起来的 讲这故事的人 是一个姓赵的老司机 他在新疆南部 也就是南疆 某个地区的勘探队 开了一辈子的车了 具体是哪儿 我就不多说了 他五十多岁就内退了 他告诉我 那件事呢 发生在1992年 勘探队决定对罗布泊地区 进行一次彻底的地质勘察 当时的罗布泊 已经彻底干涸了 成为了真正寸草不生的布毛之地 探险队派出了七名队员 两辆北京吉普 老赵呢 就是其中一辆吉普车的司机 勘探的过程很顺利 小队花了三天时间 深入罗布泊腹地 取得了第一手的地址资料 但是 在回来的过程当中 发生意外了 另一名司机开的车 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为了躲避戈壁滩上的石子 不幸翻车了 所幸啊 里面的人员 只是受了轻微的皮外伤 但是那辆老旧的 很破的吉普车呀 就此报废了 由于老赵的车上 已经放满了装备 人也坐满了 这报废车上的三名队员 是无论如何也挤不进来了 队长当机立断 自己与那三名队员 一起留守在这里 由老赵跟其他两名队员 开车 去找啊 就近的县城 去借一辆车来接他们 为了减轻车的重量 老赵卸下了一些设备 只留给这个留守队员呢 足够的水跟粮食 由于这车辆报废地点 尚在罗布泊的腹地当中 开车去县城 也得一天左右 老赵以最快的速度 朝目标就赶了过去 走了有俩钟头吧 老赵突然看见 前方远处 有一个人眼 老赵大吃一惊啊 这不谋之地 怎么会有人呢 那人所在的地方 也是车子的必经之地 这强烈的好奇心 驱使他家族玛丽 朝那个人眼就开了过去 走得近了 老赵看清了 这竟然是一位老者 虽然现在赶路要紧 但是这种地方 遇见人你也不能不管呢 老赵下了车 对那老人喊了一下 这老人看起来 步履轻快 也不劳累 同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那老人说 哦 我是考察队的 我出来找水 迷路了 老赵心下怜悯 决定搭这个老人一程 哎 老人家 我们要去县城 你搭我车吧 这老者看起来既不兴奋 也不激动 平静地说 好 车上的人 给老者腾开一个位置 这老者上了车 看起来 挺舒生气的 他戴了个眼镜 开车的过程当中 老赵就问了 哎 老人家 你来自哪 老者说 我来自上海 老赵又问了一下 他到这里来的原因 不过 这老者 貌似话不多 就很简短地说 来考察 老赵想了 哦 这老人家可能是累坏了 也就没再多打扰 车上的队员 给老者递了瓶水 不过 这老者 也没表现出 很口渴的样子 只是象征性地 喝了几口 车上的人 都有些奇怪呀 哎 这老头 不像是被困在这里 等待救援 倒像是 来旅游 随便搭了个便车呀 路上 老者一句话也没说 这车又赶了半天路 老赵 与另外两名队员 要下车方便一下 于是这车就停了 三个人下了车 就留那老头在车上 三个人都把尿 灌在了随身用的 那个塑料瓶里边 留有备用 这不毛之地 如果水喝没了 再出现什么意外 这尿也是能救人的 三个人灌完了尿 准备上车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队员 突然就叫出声来了 哎呦 那老人不见了 老赵是大吃一惊啊 连忙过来一看 果然呐 刚才还坐在车里的老头子 不见了 这还得了啊 万一他走散了 死在沙漠里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啊 老赵急忙吩咐队员 四处寻找 可奇怪的是 方圆都是开阔地 没有什么可以遮挡的地方 那老人就如同蒸发了一般 就这么没了 老赵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啊 但这个时候 已经将近下午了 老赵觉得 现在回县城找救援车 就那四个队友是最为要紧的 于是决定 咱不找了 快走吧 在那天凌晨 老赵顺利赶回县城 找了一辆破车 又连夜赶回了罗布泊 在第二天的将近中午 救援队车辆 找到了留守队员 于是这两辆车 就顺利的 就顺利的离开了罗布泊 完成了勘察任务 在车上 老赵向队长 汇报了见到老头 又离奇消失的情况 队长也是惊奇万分 说回去 一定向上级禀报 回去之后 这件奇事 老赵一直念念不忘 多次找领导上级 反映情况 但是屡屡不见回复 队长也汇报了 同样没什么结果 当时的新疆啊 还不大稳定 哪有那闲工夫 管你这种 四真四假的事情啊 这件事慢慢的 也就没人问了 两年之后 老赵在一本书上 读到八十年代 一个科学家 在罗布泊失踪的案件 他突然觉得 那老者的脸 确实与这 失踪的科学家 有几番相似啊 但仔细一想 那科学家 是八十年代 失踪的 但看到老者 是一九九二年 差了好多年呢 但老赵越想越觉得 那老头 确实像这位科学家呀 要真的是他的话 那科学家 已经在罗布泊里 游荡了将近十年了 那老者究竟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又离奇消失呢 老赵始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他想 他这辈子 是找不出来答案了 咱们接着讲 第九个故事 消失的牧民 这个故事 是一位姓孙的朋友 讲给我听的 他一直在南江的 巴音布鲁克草原 做倒卖羊毛的生意 说白了 就是开车 进草原深处 到各个牧点上 收购牧民手中的 这个羊毛 然后再运出来 转卖给经销商 这就是人们俗称的 二道贩子 由于收购羊毛时的价格 可以压得很低 所以 每年这位朋友 都可以小发一笔财的 那是2004年的10月份 老孙赶在封山之前 最后一次进入 巴音布鲁克 来收购羊毛 10月份的巴音布鲁克 已经有些许的良意了 老孙开着他那辆 二手的北京212 像一个又一个的木点 就开了过去 所谓木点呢 就是蒙古人放牧 居住的地方 现在的蒙古人 虽然有很大一部分 放弃了竹水 放弃了这个竹水草居生活 就搬到了乡镇里 但仍有一小部分牧民 坚持着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 哪里水草丰美 哪里就是家 而那水草丰美的地方 自然就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木点 一个木点的人很少 最多也就四五十个人吧 人多了嘛 就容易发生 争抢草地的情况 由于木点是流动的 所以找到这些木点 是老孙遇到的最大困难 但老孙呢 从小就在五区 也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 最大的居民点 在五区长大的 他熟悉这里 很清楚 哪里的草长得密 哪里 必定就会有牧民过来 老孙开了两天的车 走了四五个木点 但是他的收获却不大 这几个木点的水草 不是十分的茂盛 羊放的也少 这羊毛 自然而然的就少了 但老孙很清楚 再往里开 一定就能够找到大的草场 找到大的木点 老孙继续往草原深处开过去 大概开了半天 这草越来越好了 老孙心里一乐 快到了 这附近草这么茂盛 一定有大型的木点 跟成片的羊群 这一次可以满载而归了 他又往里开了一个小时 临近傍晚了 老孙突然觉得有点奇怪 这么好的草 沿途应该有羊群才对呀 怎么开了这半天 连羊影子也没抽见呢 难道这里没有木迷来吗 但很快 老孙就否定了这种想法 因为老孙看见前方的山腰处 有几个蒙古包的影子 老孙大喜 赶紧开车过去 离蒙古包渐渐的近了 但老孙 他的心 却越来越凉 因为 这片蒙古包里 好像没有人 一般像这种傍晚 牧民都回来吃饭了 蒙古包的烟筒上 会冒起吹烟 远远就能看见 但是这几个蒙古包 却看不见吹烟 而且随着生人的到来 远处就能听见蒙古人 养狗的狗吠声 老孙一直没听见 蒙古包静悄悄的 没有一点声音 在傍晚快吃饭的时间 这种宁静 是不同寻常的 老孙很快 开到了蒙古包旁边 急忙下车 老孙 有人吗 他喊了好几声 就是没人应的 老孙走到一个蒙古包门前 朝里张望 这里边好像没人 老孙索性钻进蒙古包里 看个究竟吧 这是个很传统的蒙古包 整洁的被褥 干净的茶几 正对着门 还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 老孙颠了颠茶几上的茶壶 这里边的水 还是温的 在蒙古包外面 还晾晒了几件衣服 老孙摸了摸 挺湿啊 好像刚洗过 这一切的迹象都显示 这里的人应该是刚离开不久的 但是天快黑了 他们是去哪里了呢 老孙又进了另外几个蒙古包 都毫无例外的 没有人 没有小孩 没有狗 老孙在一个蒙古包里 发现一把猎枪 这可是放牧的蒙古人 最信赖的东西啊 不论去哪儿 他们都不会把猎枪给拉下的 老孙拿起枪 仔细一瞧 哟 这枪上了膛了 这怎么回事啊 一般来说 牧民是不会轻易的给枪去上膛的 万一走火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除非发生了非常危险的情况 但是 在这个平静的蒙古包里 怎么会有一把上了膛的猎枪 老孙的脑子里乱糟糟的 这个木点的一切看似寻常 但仔细一想 却又都不寻常 夜幕降临了 木点依然安静 安静的 有些可怕 老孙抱着一线希望坐回车里 想再仔细等等 说不定啊 就会有牧民 邪老服幼 开开心心的回来了呢 但老孙一直等到天黑 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老孙有些怕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的牧民呢 羊群呢 马呢 怎么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消失了 消失得感感情情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孙越想越害怕 不能在这待了 这里的一切都不对劲呢 老孙离开了 从后视镜上 看着那几个蒙古包 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 老孙紧张的心裁放下来 这一趟 老孙不准备再收了 他再也没有心思做事情了 老孙连夜将车开到一个牧点 过了一夜 在牧点里 老孙向蒙古族的同胞 说了这一天的所见所闻 牧民也觉得奇怪啊 他们世代居住的草原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等奇事啊 老孙没有问到有价值的东西 只好罢休 老孙从草原回到县里 第一件事不是把羊毛转手 而是到公安局报案 但是公安局里的警察 听了他的故事 却不以为然 在他们看来 那个牧点里的牧民 都集体搬迁了 蒙古包是他们特意 留在那里 等着来年再回来住的 可是老孙向警察 解释了一些细节 说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但这警察呀 说什么也不愿意立案 还说老孙无理取闹 老孙没办法 他只好郁闷地走出了公安局 第二年初 老孙再一次进入了草原 想到那个无人的墓点 但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不仅蒙古包消失了 那极为肥美的草场也消失了 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每当老孙向我提及此事 他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 他们真的不是搬走啊 他们真的是消失了 对 消失了 消失在大草原的深处 消失在那浓浓的夜色里了 老人 小孩 羊群 马匹 还有狗 咱们接着讲第十个故事 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感兴趣 叫龙 熟悉南疆的人一定清楚 新藏公路虽然修得比较早啊 但是由于穿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 这个昆仑山 山路险峻 风雪频繁 急易发生翻车事故 而且从南疆翻越昆仑山山脉 到达的地方是后藏的阿里地区 熟悉西藏的朋友也一定清楚 那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 历来 新藏公路就不是车辆进入西藏的最好线路 一般呢 开车去西藏 还是走青藏公路的比较多 而正是因为这条道上的车比较少 又多在昆仑山的深处 所以这里发生的怪事就特别的多 今天呢 咱们就给大家讲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讲给我的 咱们呢 就叫他小冯吧 虽然新藏线走车走的不多 但我的这个老同学特别有胆 他是跑运输的 特别讲究经济效益 他觉得 从新疆绕到青海 再走青藏线 实在是太绕弯了 这一路上光油钱就不得了了 再加上 他自认为开车水平高 所以每次跑西藏 他都坚持走新藏线 几趟跑下来也没什么事 那是去年的九月份 小冯有一趟货要运到西藏 当然了 他走的还是新藏线 跑这条线 小冯也算是有经验 一般跑新藏线的车 在夜城这个地方 都要把油加满 而且还要再带上一点 准备备用 这昆仑山里边可没处加油啊 这备胎也要准备几个 跑货车的有些司机啊 还特意贴一些福字 像变形金刚 这种之类的 BB鞋什么的 另外 一定要再配一个驾驶员 只有两个人轮流开车 才不至于疲劳驾驶出现问题 小冯一切准备拖荡 就与副驾驶小张 一起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行进了两天多 车子渐渐开始从盘山道上向上走 这是一处打板 从这里开始啊 这海拔就开始急速上升 又行进了半天 昆仑山里边下起了雪 窗外雾蒙蒙的一片 这一段路小张不敢开 于是小冯啊 就把它替换下来 这雪是越下越大 还夹杂着寒风呢 小冯的胆子确实很大 一般司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把车停下来 等雪小一点之后再走 可是小冯却不愿意这么做 他仰仗着车子底盘高 轮子大 只要把这路看清了 开慢点也没什么事 就这样 开了一个多钟头 车子进入了一串 车子进入了一段 处于半山腰的地段 盘山路在巨大的山间盘旋着 狭窄的路旁 微额的几座不知名的高山 高山军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 景色确实不错 小冯可没心思欣赏景色呀 由于他的车特别大 没拐一个弯都要特别小心 一不留神 这方向一滑 车就会冲出路基 掉进万丈深远 当小冯又要拐一个弯的时候 他突然就听到轰隆隆的几声巨响 声音是从一旁的山上发出来的 小冯的第一反应就是 完了 糟了 雪崩啊 这种路上发生雪崩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冯胆子再大 现在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身旁的小张更是紧闭双眼 仿佛死神已经降临一般 小冯生前 不是 小冯生怕前面的路已经被堵死 他就只能先停车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 小冯现在是开也不是 不开也不是 没办法 听天由命吧 小冯也闭上眼睛 心想个弯了 这一趟估计要长孙在这了 轰隆声持续了十几分钟 渐渐平息了 小冯安然无恙 小冯睁开眼睛 兴奋异常 自己竟然从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 他立即下车 看看车子的情况 这车子也没什么问题 小冯望往前面的路 似乎也是完好如初的 奇怪 不是雪崩了吗 这雪呢 这个时候 小冯向另一侧的山看过去 他恍然大悟 雪崩并没有发生在 盘山路所在的山上 而是发生在 与他临近的一座山 只见这座山 已经面目全非了 原先凸起的岩石 全都被厚厚的雪层所覆盖 而原先积雪的地方 也露出了突兀的石块 跟冰层 小冯松了口气 真是逃过一劫 这雪崩要是发生在这座山上 自己可是必死无疑 小冯整理了一下精神 准备上车继续赶路 就当小冯一只脚 刚踏上车的时候 他突然又从车上跳了下来 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那座发生雪崩的半山腰处 露出了一块厚厚的冰层 那冰层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啊 小冯沿着路向那处冰层靠近了一些 这东西的轮廓渐渐的清晰了 尽管冰层是在临近的山上 离小冯起码有两公里远 但小冯看得还是清清楚楚的 好像那是个动物啊 被封在了冰层里 那动物非常的巨大 很长 小冯估算了一下 至少有两百米 有四个爪子 就像蜥蜴似的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大蜥蜴呢 他没有脖子 头直接与身体相连 小冯仔细看了看那头那眼睛 哎呦我的妈呀 还是睁着的 隔了两公里 小冯还是能够清晰地看见 他那硕大的眼睛 小冯估计 跟这两个车的轮胎 有差不多大小啊 小冯的胆子虽然大 但是他生平 这是他见过最大的双眼了 他心惊肉跳 这个时候小张也凑了过来 看得吃了 这巨大生物整个躯体 都被冻在了后世的冰层里 镶嵌在雪山的半山腰蜂 看起来诡异无比 这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会在这呢 虽然小冯的文化水平不高 但他怎么看 怎么觉得这东西 像是一条龙 这东西明显被封在这座山上很久了 今天碰巧遇见雪崩 又使他冲见天日 小冯心里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见到这种奇异的景象 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兴奋 他十分的懊悔 怎么没带照相机把这东西给拍下来呢 看了一阵子 这山里突然起了大雾 刚巧这雾 就挡在小冯与雪层之间 那条巨龙 渐渐的隐没在巨大的浓雾里 直到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时候 小张跟小冯 这才回我身来 一阵感叹惊奇过后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继续他们的旅程 不知是不是见过龙的缘故呀 小冯跑这趟车格外的顺利 货全都卖光了 一路上也没有遇到检查超载的警察罚款 总之啊 这一趟车跑下来 小冯赚了不少钱 这就是我同学小冯的故事 至今他还经常走心脏线 但是他再也没有看见那条 镶嵌在半山腰的巨龙 自从那次回来 小冯就专门请人 用木头刻了一条龙 放在家里供着 每次跑车之前 都会去拜一拜 这龙 可能是祥瑞之神兽啊 自从他见了龙之后 他的生意竟然越来越好了 海南之后 看你听过他 这变成为了紫散人 超纫散人 不得了